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四十集 齐王造反很快就被平定了 实际上 李佑身边只有一群胆大妄为的无赖狂徒 根本不足以成大事 李氏纪大军未到齐州 叛乱之火就已经被扑灭了 一个七品兵曹参军 凝聚起一支千人左右的队伍 趁夜突袭齐王府 轻而易举的将李佑及其爪牙 全部抓获 借往长安 李氏民见到这个无父无君 且无知无能的儿子 既愤怒又难过 可是李佑善杀大臣 举兵造反 私治百官 招募军队 条条皆不赦之罪 即便是李氏民有恻隐之心 也无法保全 于是将李佑变为庶人 此其自尽 并将殷德飞之地 殷洪志等心腹党徒 全部处死 曾经世兄 杀地杀直的李世民 做梦也不会想到 有朝一日 他会断了亲生儿子的性命 然而 他还没有从李佑之死的痛苦之中缓过神来 又一起惊天拒案被牵连了出来 在审问李佑党徒时 有人揭发 殷洪志与东宫卫士何干成姬有交往 于是 有私 又逮捕何干成姬加以审问 没想到这一问之下 竟然勾出了另一起阴谋 太子李成前 也筹谋造反 其实 从李世民流露出费力之念的那一刻起 这场斗争就已经脱离了掌握 虽然在长孙无忌 楚岁良等臣坚持下 收回了改义太子的念头 但是 身居太子之辈的李成前却如坐针毡 他的位子不稳 天下尽知 虽说这次躲过一劫 但是李太依旧是磨刀祸祸 时刻寄予太子之位 更重要的是 他与父亲之间的隔阂 似乎已经无法弥合 趁心的死 也令他对父亲更添了几分怨恨 毕竟父皇还不到五十岁 随着岁月的增加 谁知道将来还会不会重提费力之事呢 舅舅无忌的态度到那个时候还会不会改变呢 刚正不阿直言赶箭的魏征已经死了 思来想去 李成前陷入恐惧 要突破困局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像父亲昔日一样 发动政变 夺取皇位 何干成姬为了自保 供述了太子的种种策划 他重金收买进军将领李安严 监视父皇举动 曾想以生病为由 引诱父皇探视设下埋伏赐军杀架 他还与驸马都尉渡和 开化宫赵捷 煞解为盟 共举大事 就在李右士起 他还大发狂言 说东宫西墙俱大内 不过二十步 要兴兵夺位 也是我 岂能轮到李右那小子呢 有思匆忙上报 李世民闻讯 如五雷轰顶 忙将李承前拘进宫中 诏令长孙无忌 房玄陵 杨师道等 共申此案 李承前心灰意冷 一切罪行 共认不讳 继而又共出了两个 响当当的大人物 那就是陈国公 侯军吉 汉王 李元昌 侯军吉 是李世民当秦王时 就追随左右的老臣 在玄武门那场搏杀之中 出力甚多 又统领大军辛苦习征 攻下土玉魂 高昌两国 灵阉阁功臣的画像未干 其中一个就造了反 简直就是当着天下人 扇了李世民一记耳光 汉王李元昌呢 虽然是玉帝 才二十出头 李世民待其甚厚 赏赐过于诸王 当年还常一起切磋书法 杜河不仅是驸马 娶了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女儿 承阳公主 更是良相杜如慧之子 开化宫赵洁 是李世民姐姐 长广公主 和前夫赵慈景所生之子 是李世民的外甥 这场未遂的政变 不仅是大唐社稷的危机 更是李世家族的悲剧 李世民简直无法面对这事实 宠信的 亲爱的 重用的人一个个背叛他 究竟是为什么呢 难道他是隋阳帝那样的无道昏君吗 夜已三更 李世民 愁苦难免 独自来到监禁太子的宫殿 李成前同样没入睡 这个素来骄横乖张的太子 如今披头散发 独坐踏前 守着一盏孤灯 烛光照着那年轻的脸庞 原来的暴力 急躁 桀骜 完全没了踪影 也并未忧愁恐惧 反而显得异常平静 或许失败 爱也是一种解脱吧 父皇 没有气体赌咒的哀求 也没有牙字浸裂的呐喊 城前只是轻轻地唤了一声 物字闷坐在那里 李世民一步步走进这个深爱 且深恨的儿子 不知何时心中竟隐隐蒙出了一丝惬意 酝酿许久 再开口 这哪里亏待过你 为何图谋不归 李成前 无力地摇了摇头 父皇明知顾问吗 我贵为太子 更何所求 若非李太欲图我未苦苦相逼 我何至于行此险路 这就像 话说一半 他却顿住了 惨惨一笑 成王败寇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李世民却像木头一样 呆立在那里 再无言可问 他知道儿子想说什么 就像你当年杀凶求父一样 上行下效 富为子刚啊 还有什么好问的呢 这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 谁叫他正辩夺位 根基不正呢 谁叫他动念费力 重蹈覆辙呢 世事轮回 天理昭彰 这不过是他该得的报应啊 李世民沉默半傻 终于挨塌了一声 迈着沉重的步伐 转身而去 可是 当他迈出店门的那一刻 又听见李承前在背后咕弄道 孩儿自作孽 无可远 但是父皇若将李太立为太子 那便成全了他的阴谋 我死难瞑目 兄弟相争 有如愁愁 当年的悲剧 无可避免地重演了 李世民胸中郁闷 却无从发泄 无人倾诉 愁思凝结彻夜无眠 第二天 他还得强大精神临朝 无论如何 这一案呢 总得有个结果 这不仅是对罪行的审判 也是必须给天下人的一个交代 该如何处置城前呢 李世民满脸无奈地扫视群臣 朝堂之上 寂寂无声 所有人都低头不语 如何处置 皇帝真的不知道吗 李又如何处置的 谋反者为死而 可是 已经赐死李又 短短两个月之间 如果要再赐死一个皇子 而且是太子 情何以堪呢 但是 若不杀便是破坏法度 杀李又而不杀李成前 岂非是后此薄彼呢 群臣左右为难 只能报以沉默 李世民见他们毫无所动 越发心如刀脚 却只能哀声叹气 然而 哀声叹气未惜 有一个年轻的绿袍小官 斗胆站了出来 这是 通事社人 来计 在群臣压抑的目光之中 这个六品小官 举护上奏 成罪 故事国法 亲亲 亦为大德 陛下不识慈父之恩 使太子得尽天年 则 善矣 这个回答 明显照顾了皇帝残存的那点父子之情 群臣都没有反驳 所有人都不忍看皇帝如此的痛苦 李世民正式班照 太子成前 废为庶人 流放前周 汉王元昌 李英处死 念其宗室身份 刺其自尽 陈国公侯军级参与阴谋暗序死士 理应和门诛灭 念其旧日功勋 免一幼子死刑 其余 杜和 赵洁 李安衍 贺兰楚时等 皆一灭 太子重蜀疗 虽未通谋 也有失职之罪 除了一个谨慎有德的于智宁以外 其他人自张玄宿 孔颖达以下 进阶免官 下狱的下狱 流放的流放 治世的治世 李世民又迁怒昔日力保城前的魏征 竟派人将亲手为这位职臣撰写的石碑推倒 取消新城公主与魏淑玉的婚约 一场太子谋反案 搅得长安沸沸扬扬 人心不宁 就连身在宫中的媚娘竟然也受到了波及 侯军籍的女婿赫兰楚石与武顺之夫赫兰月石是同族 虽然关系较远并未参与阴谋 但是就凭他名字里边有赫兰二字 恐怕今后也是升迁无望了 而他的唐舅竟然也因此案被罢相 杨师道本是受命审讯此案的 但是他续贤之妻正是赵杰之母 长广公主 公主顾念儿子生死 极力窜夺杨师道向皇帝求情 杨师道经不起妻子无休无止的哭诉 只好强出头 哪知呢 李世民心中正烦 非但不减罪 反而责怪他袒护罪人 一怒之下 把他的中书令也给罢了 母亲刚到京城投靠唐舅 人家官就丢了 媚妇科举也帮不上忙了 他母女的命运 怎么就这般不济呢 不过 宫中还有一位比媚娘更不幸的 就在他院子的隔壁 徐慧留下的院子 迎来了一位新主人 那便是 殷德飞 不过 殷氏已经被废去了德飞之位 李佑的造反令他骤然失去了一切 即便他身在宫中毫不知情 也难逃牵连 世事仿佛绕了一个大圈 他从罪人的亲属变成了秦王的内宠 鸡身似妇之列 十七年来春梦一场 如今又便回到了罪人的亲属 他脸上的亲切的笑容 却再也不见了 媚娘常谈一声 即便没心没肺过日子 也只能是自欺其人 无论你是贵妃 还是皇帝 只要是身在这宫中 任何人都身不由己 太子成前谋反被废 魏王李太入主东宫 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 然而 李世民万万没想到 当他象征性地向群臣征询新太子人选的时候 却意外地杀出了一匹黑马 朝会刚一开始 皇门侍郎刘继 中书侍郎陈文本 毫无悬念地提名李太 而在他们身后鼎立之时的 还有宰相房玄陵 群臣皆不作声 已是默认 可是 当李世民准备顺从提议宣布决定的时候 长孙吴继突然阻拦道 以臣于见 德才兼备 堪祭陛下大统者 为晋王儿 李治奴为太子吗 李世民觉得荒唐可笑 正想揶揄过去 不料 建议大夫储岁梁紧跟着站了出来 司空所言极是 晋王乃不二之选 李世民愈将的诧异了 储岁梁是他亲手提拔的人呢 可谓是身之己意 为何他也这样认为呢 然而就在他一愣之间 富贺声蜂拥四起 有的说 臣也以为当立晋王为太子 有的说 晋王仁慈孝友 胜德远波于四 成帝王之姿 有的说 为我大唐万代祭 为晋王 可祭大同 半个朝堂的文武大臣 相继出班 争先恐后地表示 支持晋王 李世民被这意外的场面 震惊了 怎么回事呢 是朕错了 还是他们错了呢 制奴怎么能当太子呢 他并不否认 李志是一个好孩子 是他所有儿子之中 最听话的一个 这个孩子呢 生于宫中 长于宫中 皇后离世 更是与他一同住 在同一座宫殿里 可以说是相依为命 当他心烦意乱的时候 李志总是默默地 陪在他的身边 每当他身心疲惫之际 李志为他柔肩垂腿 对两个幼小的妹妹 李志也是关怀备智 教他们写字 陪他们玩耍 对陈前离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 王小美 演播 骆驼 对朝中大臣 李志兵 请您期待下集 哪怕对宫里宦官 也是宽厚大度 李志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孩子 但是 这并不等于是一个合格的君王 慈不长兵 人不长权 不绝不诈 难为天子 千功至极便是怯懦 慈悲至极 就是软弱 汉元帝怀柔祸国 秦氏族 英宽治乱 况 大唐江山百战而定 泱泱大国 统区胡汉 官员之多 疆域之广 皆前代所未有 李志 稚嫩的肩膀 挑得起这千金重担吗 从他出生直至今日 十六年的岁月里 他根本就没有接触过朝政啊 李世民也从来没有刻意地去培养过他 只是将其视为西前尽孝的小儿 要把江山设计托付给他 实在是勉为其难 可是为什么群臣却偏偏看中了他呢 注意力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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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散开ший